六六 人上为人人下为人 谢连转头 怎么说 沐晴道 皇城里的无家可归的流烂 都是一伙的 经常到我家附近来讨吃的 我全都认识 从没见过这个孩子 那幼童瞅着 沐晴不吭声 封信怀疑道 他们总是找谁讨吃的 你吗 你肯给 沐晴瞪他 道 馋得厉害 不给有什么办法 封信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不说话了 道 哦 谢连看他们说话 看得想笑 沐晴又道 而且他衣服上有好几个补丁 看着针脚 一定是大人 新进给补的 他家里 至少有一个年长的人在 可能家境不怎么样 但绝对不是钱 谢连自然 从来不会去注意 补丁的针脚如何 也看不懂 是不是大人补的 但沐晴从前 是黄吉官的杂役 在家里 零碎活迹也做得多 细细一看 果然如此 问道 你家里 还有大人吗 那幼童摇头 沐晴道 肯定有 他不回去 这会儿家里人 多半在急着找了 幼童道 不 不会 没有人 仿佛生怕被送回去 说完就张开双臂 似乎想抱住谢连 他身上 还是泥屋血迹混杂 封信看不下去了 道 你这小孩干啥呢 刚才情节 也就算了 现在还不懂事吗 这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懂吗 那幼童 一下子又把手缩回 但还是望着谢连 道 家里吵架 被赶出来了 走了很久 没地方可去 三人面面相去 伴上 封信道 这怎么办 一名御医建议道 殿下若是为难 可以将他放在这里 差几个工人 照料便是了 陈阴片刻 谢连微微摇头 他终归是怕 契荣不死心 还要溜出来找麻烦 道 我看 还是先由我照看着 等他伤好吧 看样子 他家里怕是 也没法好好看顾他的 封信回头 去处理契荣撞翻的 那些摊子的时候 顺便差几个人找找 这孩子父母在哪里 告知一声也好 让他们不必担忧 封信点头 好 他一条手臂还吊着 另一只手 就想去提那幼童 谢连笑道 你这个伤患 还是算了吧 封信却不以为意 道 断了一只 另一只 又不妨是 我就是两条手都折了 用牙齿叼着他衣领 也能把他给你戴上山去 沐晴暗中翻了个白眼 道 罢了 还是我来吧 可他才迈了一步 那幼童 就自己从床上 跳了下来 道 我可以自己走 一脸抗拒之色 异于言表 让沐晴第二步 变得极为尴尬 不知该不该继续迈 看着小朋友 断了五根肋骨 和一条腿 居然还这么生龙活虎 谢怜真不知该笑 还是该心疼 道 别乱跑了 说完 一弯腰 就将他抱了起来 三人带着一个孩子 出了宫门 因为七荣方才 在大街上闹过事 惊扰了行人 撞翻了不少摊子 谢怜深感心虚 无言见皇城百姓 一行人都灰溜溜的 不敢抛头路面 紧挑着小路走 一路上 那幼童窝在 谢怜臂弯里乖得很 让他别出声 他就一直一声不吭 封信瞪眼道 这小子昨天踢我 今天却这副样子 真是看人下财 穆勤则道 太子殿下嘛 自然是比一般人 要招人喜爱得多了 不知为什么 他这个人 就算是说好话 言语自句 也总有点地方 教人不舒服 封信当下便不想理他了 走了一阵 封信道 不行 我还是觉得 殿下你不能就这样 抱着一个来路不明的 小孩工人占官 谢怜道 有什么大不了 封信道 你可是太子殿下 说着他瞥见前方 巷子口歇着一辆 破破烂烂的板车 道 把小孩放那 拖着走吧 穆勤立刻道 先说好 我是不会拖这个东西上山的 封信道 没谁指望你拖 说完便一伸手 把那幼童 从谢怜怀里拽了出来 一到他手里 那幼童又开始挣扎 谢怜道 算了 算了 这车 说不定还有人要的 而封信 已经把人放到了车上 正在此时 不远处一人忽然道 您这是 太子吗 立即有人大叫道 是是是 那就是太子 昨天他面具掉下来 我亲眼看见了他的脸 就是他 抓住他 三人心中 都是咯噔一声 谢怜虽然并不认为 昨日祭天由衷 自己做错了 但也知道 别人和他未定想的一样 月神武中断 是极大的不祥征兆 皇室贵族们忌讳 百姓们过了昨日当时 那阵兴奋劲 事后回过未来 到处问问这个意外 究竟代表什么 大概也不会多宽容了 再加上今天七荣 当街闹事 惹得怨声载道 此时若被围住 多半不大妙 尚未细想 沐青猛一拽他 道 殿下 跑 封信也拖着板车催促他 殿下 我断了一条手臂 拦不住这些豹 明的 走 然而 巷子外 大街上的百姓们 以神情激动地涌了过来 堵住了所有的去路 四人无路可退 眼看着无数双大睁的眼 围堵了过来 谢怜硬着头皮想 大不了被暴打一顿 我不还手便是了 谁知 人潮虽然涌了上来 却是没如预期 一般一顿围殴 而是十七八 双手伸过来 将他抛了起来 齐声欢呼 太子殿下 谢怜被抛弃 又落下数次 依旧保持着 极为镇静的形容 众人七嘴八舌道 太子殿下 你昨天 在神武大街上那一跃 可真是精彩极了 有人赞叹 那一跳也好厉害啊 真的真的 我当时还以为是 神武大帝清零了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有人肯定 殿下就小孩没错的 别人的命是命 咱们穷苦人家的小孩 就不是命了吗 要是我也会那么做的 有人愤愤 就是 接着听到有人说 殿下坏大事了 我就听不下去这话 如果掉下去的是个皇亲国妻 只怕那些人 就不会这么说了 殿下你可千万别理这种人啊 殿下才是真正为咱们着想的 从一开始的心虚 到途中的猛然 直最后被这一张张 热情洋溢的脸庞感染 人群将谢怜簇拥出来 到了大街上 汇聚越来越多的人群 封信 木琴和那幼童被远远隔在外层 完全挤不进来 只能跟在长长的队伍之后 跟着游 行 这人山人海之事 竟是不比昨日的 寄天游的排场小 谢怜每每要走 都会被强行塞回去 再次拥到最高处 竟是不让他下来 谢怜不禁又是好笑 又是安心 百姓们和国师们的意见 完全相反 看来 是我对了 回到太苍山时 西照正烧的浓烈如旧 穿过高大的山门 长长的青石山道上 到处都是挑着水桶 背着柴弹 上上下下跑的道人们 一一与谢怜一行人招呼 不少都惊奇地望着 这奇特的四人一车 封信单手拉着那车 犹如一头勤勤恳恳的 青壮年黑牛 谢怜和木琴头 先还矜持地笑个半死 后来拗不过 就随便了 风铃漫漫 车轮缓转 登山时 谢怜在后面 推着那辆车 因她心情颇好 顺口又问了那幼童一句 小朋友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红什么 那幼童注视着她 小声道 我 我没有名字 谢怜一正 道 你娘亲没给你取名字吗 那幼童摇了摇头 道 我娘亲走了 谢怜心生怜悯 道 那你娘亲以前 换你什么 那幼童迟疑片刻 道 红红 谢怜笑了一下 道 你这个小名蛮可爱的 那我就这么叫你了 红红而似是一根 她说话就腼腆 低下了头 这时 暮色已降临 远处各个山峰上 一蹴一蹴地亮起了 各个公关的灯火 其中 最明亮的 便是太苍山的最高峰 神武峰 神武峰上神武殿 明亮如白昼 星星点点的明光 汇聚于峰顶 看着看着 谢怜叹了一口气 叹气并非是因为伤神 而是因为 这幅景象太美 且壮观 那每一点明光 都是供奉在 神武殿内的一盏明灯 每一盏灯 都是一个信徒 最虔诚的祈愿 神殿内的长明灯 越多盏 这位神官 便法力越强 要想在黄极灌的 神武殿内 公益盏灯 千金难求 有钱 有权 有能 有情 有缘 舞者必中其异者 方可入观供灯 然而 世上更多的是 舞者都没有的人 四人驻足 都出神地望着 那惶惶如日的神武殿 神色不一 这时 呼听一个 略有些耳熟的声音喊道 太子殿下 谢怜一回头 见到一名白面青年 匆匆向他奔来 却是那四相公的 守门道人 正色道 祝师兄 何事匆匆 祝师兄见沐晴在他身后 面色微有尴尬 假装没看到他 道 国师有请 找您许久了 现在就在神武殿 等您前去 谢怜文言一愣 心知多半 是为了昨日 祭天游意外之事 道 好 有劳师兄了 令封信和沐晴 先带着红红儿 先回仙乐宫 谢怜之身去了神武丰 大殿外 香顶生出的缭绕 烟云染的 整座神武殿 犹如幻景 香顶两侧 一排排长明灯 悬空而浮 整整齐齐马 成了灯墙 每一盏长明灯上 都以端方名众的历书 写着供灯人的姓名 和祈愿 进了殿 大殿两侧 同样是一排 又一排的悬空长明灯 供在神殿内的长明灯 又比供在殿外的 要更为珍贵了 偌大的神殿前方 主国师正在神武大帝 向前奉香 三位副国师 在他身后 一起向神像拜福 谢怜进去后 威仪欠首 道 国师 几位国师 拜完了才回过头 示意他上前来 于是 谢怜也过去 娶了香 前程奉赏 办上 国师才道 太子殿下 我们几个 商量了一圈 祭天游的事 只有两个解决办法 谢怜道 国师请讲 国师道 第一个办法 把那个破坏了祭典的小孩 找到来 我等开谈做法 最少 要封了他的一杆 作为赎罪 六七 人上为人人下为人 二谢怜猛的抬头 道 不可以 他斩钉截铁的 又重复了一句 绝对不行 国师点头 道 我也早料到 你会如此回答 所以 我们着重考虑的是第二个方法 谢怜肃然道 请讲 国师道 这第二个办法 就是太子殿下 你于谢怨举国百姓之前 自行忏悔 向上苍请罪 再面壁一个月 谢怜从容道 不可以 国师一正 道 不是当真 要你面壁撕过什么的 只要意思下 可 他忽然想起来 这还是在神武大帝向前 连忙改口 道 只要有足够的诚心 就可以了 谢怜仁师道 不行 国师道 理由 谢怜道 国师 我今日下山 您知道 我看见了什么吗 皇城中的百姓 对寄天游的意外 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十分赞许 说明我国国民都觉得 选择救那个孩子 是对的 而若按照您所说的来 一件对的事 却要被当作错误来惩罚 他们会怎么想 这起飞是在告诉大家 救人一命 非但不胜造七级浮屠 反倒还要自称其罪 那从今往后 他们该如何撕 如何行 国师道 这件事 对不对 其实并不重要 现在 是你两条路里 必须选一条 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要么 那个小孩扛了 要么你扛了 谢怜道 对不对很重要 如果一定要选 我选第三条路 国师揉了揉眉心 道 这个嘛 太子殿下 恕我直言 你干什么 要管他们 怎么撕怎么想 他们今天这么想 明天就那么想了 你没必要执着 这种小细节 相信我 该干嘛的人这件事 过去了之后还是干嘛 不会被你感动 也不会以你为榜样的 咱们还是小心伺候着 伺候着上变 比较重要 沉默片刻 谢怜道 国师 其实自我拜师 入黄极关以来 修得越多 想得越久 一直有一个想法 未敢名言 国师道 什么想法 谢怜道 我们这样 奉神拜神 当真是对的吗 国师无语片刻 道 他们不奉神拜神 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难不成 太子殿下你觉得 千百年来万万千信徒 信奉神官 还信错了吗 谢怜摇了摇头 思存片刻 道 信奉自然是没错的 只是 弟子以为 不该跪拜 他抬起头 指着那尊金碧辉煌 高大光耀的神武大地相 道 人非生而成神 神明之于人 是先辈 是导师 是明灯 但不是主人 对此 自当感谢 也可欣赏 但绝非崇拜 就如上元寄天游 我以为正确的态度 也应该是感谢 同乐 而非惶恐 讨好 战战兢兢 甚至将自己 摆在奴仆的位置上 国师端力不语 三位副国师 却是有些坐不住了 纷纷回头 谢怜继续道 出现意外 无可奈何 我愿宫灯千盏 照彻长夜 即便飞蛾扑火 也无所畏惧 但我不愿因为 做了对的事情而低头 面壁思过 我有何过 旁人又有何过 这就像契荣为恶 称之为恶者的封信 却要受惩罚 这是什么道理 上苍若是有眼 就一定不会 为此降罪 国师看了看别处 道 那太子殿下 我问你 万一就真的降罪了呢 到那时候 你道歉不道歉 谢怜道 若真如此 那么 就是天错 我对 我是与天 对抗到底 文言 国师神色微变 笑道 太子殿下 你说这话 挺有勇气的呀 三位副国师 则奇奇妄想他 欲言又止 正在此时 殿外忽然景声大作 似乎有许多钟 同时敲响 这下 四位国师都坐不住了 同时抢出 向殿后奔去 谢怜也紧随其后 跟着他们 穿过神武殿后的 几座建筑 来到一座 漆黑的八角殿前 只见那黑店 电门大开 无数灰蒙蒙的烟气 从门中嗖嗖飞出 国师惨叫一声 道 祝安呢 死哪里去了 这怎么回事 几名看守 道人奔了过来 其中为首的 就是那名助师兄 道 国师 我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这门锁得好好的 刚才突然就打开了 国师扯着头发道 快取新的疯魂罐 谢怜直接冲了上去 这间黑店四面八方 都打着大小不一 错落有致的檀木格子 格子上摆放着 各色各式的陶罐 瓷瓶 玉盒 原本每一件容器 都被安放得好好的 红色子 塞得严严实实 瓶口封着珠子黄符 这时却砸烂了好些个 还在不断自动 从架子上摔下 没摔倒的 也都在晃晃悠悠 这些疯魂的容器 每一个里面 都封着一只 坐乱过的妖魔鬼怪 这样的黑店 太苍山上 每一座神殿后都有 转门用轻盛之气 来镇压他们 不知发生了什么 竟是突然爆 洞 全都跑出来了 谢怜道 来不及了 他说完一脚 把门踹上 原本门外的铁锁 被破门而出的 怨灵们冲断 他拔 出配件 剑尖在空中 写了几个字 随手往地下衣 插 他带了两百多 把上衫 几乎每天 都要换一把 配在身上 每一把 都是当时无双的名剑 那件斜斜插在地上 那门 果真再也打不开来 只能听到一群怨灵 在黑店内乱状的怒声 而撤出黑店 抬头一望 各座山峰上 不同神殿后的黑店里 都窜起了黑云 那些怨灵 都冲向天空 朝某个方向 浓烟滚滚地汇聚而去 朱安道 那是哪儿啊 怎么都往那里飞 国师骂道 你昏了头了 那里是仙乐宫 一行人如踏流风 转瞬变到了仙乐风 而太藏山上 无数座山峰上的 无数神殿后 飘出乌黑的烟气 滚滚地向那边袭去 在仙乐宫上方 形成了一片 庞大的漩涡状阵 国师道 你仙乐宫怎么回事 封在黑店里的妖魔鬼怪 都被吸引过去了 你那里面放什么东西 谢怜也是愕然 道 什么也没有 只有 只有什么 谢怜猛地想起来了 那小孩 这时 祝师兄道 不好的国师 太子殿下那边起火了 果然 仙乐宫的一脚 已经烧起来了 火光冲天 映得上方黑云 都隐隐发红 然而 太藏山下 远在皇城中 这时还未入睡的百姓们 有看到这一幕的 压根不知大事不好 还兴奋地拉着人看稀奇 仙山上的大神们做法了 真好看啊 转眼一行人 以至仙乐宫 谢怜没有留太多 仆从在此 几十名从别处赶来的道人 正奋力取经水扑火 谢怜没见到两位侍从 直接冲了进去 整座太苍山 上各个黑店里的怨灵 都会急于此 仙乐宫内 几乎是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谢怜隐约看到 大殿中央有两个身影 喊道 封信 母亲 二人守的是一个防护阵 不令邪灵入侵 苦苦支撑 果然 封信的声音响了起来 殿下 别进来 这小孩有古怪 那些东西 都是冲他来的 谢怜这才注意到 在那两个身影后 还有一个黑色的小影子 似乎正抱着头 跪在地上 道 不是我 观察片刻 谢怜道 你们别撑了 放开吧 母亲道 不能放 要是放开 这些东西 就要发疯了 等我找到他们里面罪 谢怜却喝倒 不怕 放 现在 母亲一咬牙 和封信 同时撤手 果然 那些怨灵 失去了牵制之力 尽数尖叫起来 发狂在即 然而 下一刻 谢怜一伸手 是如闪电地掐住了一缕黑烟 当真是看也不看 直接徒手掐了一缕黑烟 牢牢握在掌心 而在他抓住这一只怨灵之后 整座仙月宫内 疯狂流窜的怨灵 全都迟缓了下来 仙月宫外 众人拒是暗暗点头 当许多怨灵上处于混沌之态 都在同一个地方流窜的时候 他们会本能地 跟随其中最强的那一只 只要抓住那一只 其余的没了领头者 便会一时失去方向 此刻 谢怜便是一眼 就看穿了哪一只才是最强的 并将它掐住 不给它任何机会 威夷用力 这一只怨灵 便在他掌心灰飞烟灭 紧接着 四位国师举袖 胡道 都回来吧 那一群 失去了头领的怨灵 在仙月宫里 仿佛眉头苍蝇 一般乱转了一阵 终于无可奈何地 被认了命 不情不愿地 回到了几位国师的 袖中乾坤里 几时明道人在 四下扑灭残余的火苗 店内浓郁的黑烟 渐渐消散 谢怜这才看清了 那三人的模样 封信和沐晴伴 跪在地上 惊魂未定 而他们身后 那个孩子 仍是抱着头 一语不发 几位国师 则走了进来 一看便问道 这是哪里来的小孩 封信刚才说 所有怨灵 都是冲他来的 怎么回事 谢怜道 这就是上元寄天游石 从城墙上 掉下来的那个孩子 众国师一惊 国师道 你怎么把他 给带上来了 谢怜摇了摇头 顾不得解释 问封信 他做了什么 把黑店里的怨灵 都引来了 封信还吊着一条手臂 站起身来 道 我也不知他做了什么 但他一上山 进到仙月宫没多久 突然这一堆 黑乎乎的玩意儿 就从别的山头 飞了过来 全都往店里窜 围着他窜 越居越多 出都出不去 谢怜望望望四周 被烧得一片焦黑的 柱子是柱子 墙是墙的仙月宫 道 那这伙怎么回事 沐勤的脸上 全是黑灰 道 我们出不去 只好画了个阵守着 这群怨灵 就引了烛火 烧了沙漫 想逼我们挪出阵法 封信道 幸好殿下 你赶到得快 一把就抓住他们要害 不然再烧一阵 连阵带人都烧没了 文言 沐勤闭上了眼 微微低头 而那边 几位国师 已经围着那幼童 细细端向起来 谢怜道 国师 这孩子 可有不妥之处 若有不妥之处 比如 被妖魔鬼怪俯身 谢怜应当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黄极关修行数年 他专门练过眼力 少有东西 能在他面前瞒天过海 然而 他并没看出这孩子有什么问题 国师摇头 应该是也看不出来 问他幼童 你生辰八字是什么 红红儿对所有人 仿佛都很戒备 充满了敌意 只是瞅他 不说话 谢怜温声道 你说吧 国师是要为你看命格 是为你好 他一发话 红火便低声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国师皱起了眉 掐指开始算 几人看他一会儿 低声讨论一会儿 神色越来越凝重 看得谢怜也越来越凝重 虽然国师是个 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的油花青年 但谢怜最清楚 他师父 能坐镇黄极关 究竟有多少本事 谢怜首席国师没念清 算字一绝名动天下 谢怜跟几位国师学见学法 偏偏不曾向主国师学 看向算命 只因为国师说此乃江湖之术 他贵为太子千金之躯 用不着学这个 加上他自己也不感兴趣 就不曾涉猎 但只要国师出手 必然无差 办上 算着算着 国师额头上冷汗越来越多 南南道 难怪 难怪 难怪几天有给他毁了 黑殿的英灵 一闻道他就兴奋 先月宫也烧了 这 这 这可真是 谢怜道 真是如何 国师抹了一把冷汗 突然一下子退开了巴掌缘 道 太子殿下 你这可真是捡了个了不得的东西上山了 这个小孩 读得很 他是个 天煞孤心灭绝的命 阴邪东西 最喜欢的那种 谁沾谁倒霉 谁倾谁丧命啊 话音未落 只听一声大叫 红红一跃而起 朝国师一头撞去 他声音虽然稚嫩 这一阵大叫里 却满是愤怒 仿佛满心都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听得在场树人心中 无不一颤 这幼童分明浑身是伤 却连丝带打 简直像一条 红了眼的疯狗 果真凶悍至极 几位副国师 把红货拦住 国师连连后退 边退边道 快放他下山 快放他下山 都别碰他 我说真的 证明太毒了 碰都不要碰 几位副国师 连忙跟他一起躲开 木琴和风信 都不知该不该动 灯石撕打得更凶 边咬边 声嘶力竭地道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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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 一双手拦住了他的腰 把他的身体圈了起来 一个声音 在他脑袋上方道 你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 好了 别哭了 我知道你不是 那幼童紧抿着嘴 死死揪住腰间 这双手雪白的袖子 降着忍了好久 终于还是没忍住 那一只睁得滚圆的黑眼睛 突然滚下一行泪水 嚎啕大哭起来 谢怜从背后搂着他 肯定地道 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错 六八 人上尾人人下为人 三红红而猛地转身 把脸扑在谢怜怀里 狂声大叫起来 这叫声没有字句 毫无意义 连哭声都不是 却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不看是谁 可以被当作一个成年人 瀕临崩溃时的发泄嘶吼 或者是被一刀 割开了喉咙的小兽 在垂死挣扎 仿佛唯有立刻死去 才是他的解脱 谁都可以 发出这种声音 却独独不该 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发出的 因此 他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半上 国师道 我说真的 还是放开为好 封信这才回过神来 道 殿下 快放开 你当心 不过 最终他还是没忍心说下去 谢怜道 没事 那位助师兄 却十分关心 太子殿下的安危 又见红红而 把血泪鼻涕 都蹭在谢怜的白道袍上 前去拉那幼童 口里道 小朋友 使不得 谁知 他越拉 那幼童 却阿压大叫 死不放手 手脚并用 越抱越紧 上来三四个道人 七手八脚 都扯不下他 反而让他像只小猴子一样 整个人都挂在了 谢怜身上 谢怜又是好笑 又是可怜 一手拖着红红 顺着他瘦弱的几倍安抚 一边举起另一手 道 罢了 不必担心 就让他这样吧 顿了顿 感觉怀里的幼童不抽了 逐渐安静下来 谢怜才低声问旁人 先月宫失火 没 留在屋子里的 就我们几个 由于仙乐宫 已经被烧成一片 焦黑的断壁残垣 谢怜自然没法再带了 确认只是烧了屋子 并没伤到人后 一众赶上风来的道人们 开始清理现场 翻到那些金灿灿的残渣 和发黑的宝石 据是心痛不已 谢怜却不怎么在意 他除了日常所用之物 精致一些 本也没放什么贵重物品 在仙乐宫内 最贵重的 就是他收集的两百多把名剑 然而真金不怕火炼 夜火中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 安然无恙 亲自把他们翻出来后 谢怜将之 暂时存放在 国师们的四象宫内 至于红花 他紧紧抱着谢怜 大哭一阵 哭累了 睡了过去 谢怜本想 把他带下太苍山 找一处地方安置 国师却要他 先去四象宫一趟 于是 谢怜先带着他过去了 把那幼童 放到屋内榻上 谢怜随手 给他掖了掖背脚 放下帘子 带着风信 和木琴退了出来 道 国师 这孩子的命格 当真那么可怕吗 国师撇着嘴道 你不如自己算算看 他出现之后 都发生了什么事 三人漠然 朕又同意出来就 万众瞩目之下掉城墙 迫使上缘 祭天游三圈中断 再出来就是契荣为 拿他出气纵马脱地 大街扰民 实至风信断壁 谢怜与国主冲突 皇后垂泪 现在 又引得 整座太苍山上 黑殿镇压的怨灵 都破印而出 还烧了仙乐宫 国真是厄运连连 如影随形 谢怜问道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 国师道 解决 你指什么 改命吗 谢怜点头 国师道 殿下 你不跟我学术说 所以这方面 你真是一点都不懂 如果你懂 你就不会这么问了 谢怜挣了挣 挣惊惊 道 愿闻其想 国师便拿了桌上茶壶 蒸了一杯茶水 道 太子殿下 你还记得 你满六岁时 陛下与皇后 召我进宫为你占卜 我问过的一个问题吗 望着那杯阴晕茶水 谢怜想了想 道 您是说 杯水二人吗 当年 为给太子谢怜测算命理 国师问了他 许多个问题 有有解之问 有无解之问 谢怜每答一个 国师就变着花样夸他 听得国主 与皇后笑逐言开 也有不少问答 传为佳话 但其中有一个问题 谢怜答了之后 国师没有做任何评价 外界也并不耳熟能详 就连封信也不大清楚 木晴更是不曾听说 这个问题就是杯水二人 国师道 二人行于荒漠 可即将死 唯于杯水 饮者生 不饮者死 若而为神 杯水与谁 你先不要说话 我问别人 你看看他们 怎么答的 他后面一句是对着势力 在不远处的二人说的 木晴斟酌片刻 谨慎地答道 能否请国师告知 这二人分别是何人 品性如何 功过如何 须得知根知底 才能做决断 封信则道 不知道 不要问我 叫他们自己决定 谢怜扑斥一笑 国师道 你笑什么 你还记得你自己 怎么回答的吗 谢怜脸的笑意 正色道 再给一杯 文言 封信和木晴一个转脸 一个低头 似乎都不忍足听 谢怜回头 一本正经地道 你们笑什么 我认真的 我若是神 我肯定再给一杯 国师的手 在那一杯茶水之上 轻轻挥动 茶水自行在杯中 缓缓流动 若有生命 他则继续道 这天底下的气韵 好坏 都是有一个定数的 就如同这一杯水 总也是那么多 你喝够了 别人就没得喝 一个人多了 另一个人就少了 古往今来 一切纷争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人有多个 水 只有一杯 给谁都有道理 想改命换命 虽然很难 却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你改了 这个小孩的命 那别人的命数 也会跟着被改动 又增冤念 你当初说要再给一杯水 就跟你今天说 要选第三条路一样 意在开源 想得挺美 但是 我告诉你 基本没可能做到 默默听着 谢怜并不赞同 但也不过多反驳 道 多谢国师教会 国师 把那茶水喝了 砸吧砸吧嘴 道 那可不必 反正教会了 你也不会听的 被看穿的谢怜 倾壳一声 道 国师 今日神武殿前 弟子一时有所感 言语冲撞 多有冒犯 还望国师海寒 国师双手龙袖 微微一笑 道 你是我得意弟子 又是太子殿下 我还能不海寒吗 殿下 我可以说 你是我见过 最得天独厚的人 不解其意 谢怜策耳细听 国师又道 你有天资 有报复 肯用心 下苦功 出身高贵 秉性人善 没有谁 比你更配得上 天之骄子四个字 但我还是不放心你 我是怕你过不了那一关 谢怜道 不放心是直 国师道 虽然你已经到了 这样一个高度 但是 有些东西 你还远远不懂 别人也没法教 就说 今天在神武殿上 你讲的那些 不应重神拜神什么的 虽然是很少有人想到 这个礼 你年纪轻轻 便有所思 不错了 但你也不要以为 上天入地 古往今来 就独你一个想到了 谢怜微微睁眼 国师道 今天你说的话 早在几十年前 甚至几百年前 就有人想到了 但是他成不了大事 声音小 所以没几个人听到 这是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威易沉吟 谢怜道 因为那些人虽然想到了 却没有去做 而且不过坚定 国师道 那你呢 你又凭什么 觉得你够坚定 谢怜道 国师 您觉得 我能飞升吗 国师看了他一眼 道 你不能飞 就没人能飞了 时间迟早而已 谢怜微微一笑 道 那么 便请您看着 他指天道 如果有朝一日 我飞升了 我就一定会让 今天我所说的一切 成为大事 风信和木晴 守在他身后 将他一席话 尽收耳中 两人都不自觉地 微微昂首 风信嘴角微扬 而木晴目光中的亮色 却和谢怜一模一样 国师点头道 行 那我就看着 不过 我不认为 你飞升太早是好事 我问你 何位道 谢怜欠首 道 您说的 人行鱼路 即是道 国师道 是了 但是 你走的路还不够多 所以 我觉得 是时候 让你下山去走走了 谢怜双眼一亮 国师道 今年 也时期了 现准你下太苍山 外出云游历练 谢怜道 如此正好 他在皇城一日 想到国主 七戎等人便有些欲竭 再加上如此华丽的先月功 被复制一句 少不得要与父母再多纠结 不若再走远些 潜心走自己的路 这时 国师又道 太子殿下 许多年来 有一句话口口相传 一直被当成 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其实这句话是错的 只是从没人发现 谢怜道 哪句话 国师道 人往上走 成神 人往下走 成鬼 谢怜想了想 道 这句话有哪里不对吗 国师道 当然不对 你记住 人往上走 还是人 往下走 依旧是人 谢怜上 在咀嚼这话 国师拍了拍他的肩 回头看看 道 总之 这个小孩吧 你不要太放心上 人格有命 很多时候 不是你想帮 就有办法帮得上的 有什么事 回头再说 先出去好好历练吧 但愿你回来的时候 就有所成长了 然而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当天晚上 那个孩子 便连夜逃出了黄疾罐 消失了 更无人料到的是 这一次游历之后 年仅17岁的仙岳国 太子谢怜 于一念桥 大败无名鬼魂 就这样 在电闪雷鸣之中飞升了 三界轰动 六九 老仙前莽将遇太子开 伴随着一声 中气充沛的长呼 大红的紧断落地 千人之众 灯时爆发出 直冲天际的欢呼 这是一尊黄金太子神像 一手杖剑 一手拈花 抑郁坐拥蔑视之力 不失西花之心 神像面容轮廓柔美 长眉秀目 唇线娇好 嘴角微扬 似笑非笑 说多情而不轻挑 倒无情 却不冷漠 是个慈悲且俊美的面相 这是仙岳国土内 整整第八千座太子殿 飞升三年 平地起了八千座神殿 如此空前绝后的热烈追捧 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独一份了 但这第八千殿 也并不是最华贵的太子神像 太苍山上 太子殿下少年修行时 居住的那一座山峰 如今已被命名为太子峰 就是在那里 建起了第一座仙岳宫 第一尊太子神像住好后 也是在那里 由国主陛下亲自接目的 那一尊太子神像 高达武藏 宫义更为传神 通体由纯金打造 乃是货真价实的金身 仙乐宫内 香客络绎不绝 踏破门槛 殿前的香顶 长长短短插得爆满 功德香也比一般庙里的功德香 要更为高大敦式 因为如果不做得大一些 往往一天不到 就被投满了供奉 后来的人就投不进去了 府衣入关 还有一红清水池 也被丢满了钱币 波光灵灵下青光闪闪 池中的几只老乌龟 每天都被石桥上 镶刻的钱币 敲打地缩在龟壳里 不敢探出头来 道人们怎么劝阻游人 都没用 宫冠高阔的红墙 那种满梅花 树枝上 绑着无数鲜红的祈福袋 一片花海里 红带随风飘飘 一派繁华似锦 而大殿之内 谢怜正经危坐 在他的神像下方 俯瞰众人 无人看得见他 他却能坐看 下方香客们议论纷纷 这太子殿里 怎么没有跪拜用的扑团 是啊 关主也说不能跪 这都开关了 不能跪是怎么回事 一人道 你们是投一回来 仙乐宫吧 仙乐宫都是这样的 听说太子殿下飞升之后 托梦给许多妙主 关主说心他者不必跪 所以 太子殿里都是 没有跪拜之处的 虽然旁人都看不见他 但谢怜还是点了点头 谁知 另外几人却笑道 这是什么道理 神仙不就是拿来跪的 恶传吧 谢怜噎了一下 又听有人附和 是啊 跪是一定要跪的 跪了才显得新城吗 就算没有蒲团 也没关系 咱们跪在地上吧 于是 一个率先跪了 立刻 四周的一大片 都跟着在地上跪下了 成百上千的人 挤在店内店外 对着神像 叩叩白白 此起彼伏 口中念念有词 暗暗许愿祈福 谢怜默默躲了开来 心道 罢了 慢慢来 下一刻 无数嘈杂的人生巨浪一般 从四面八方 朝他打来 求高中 高中 今年 一定要高中 中了还愿 出行平安 我看中的姑娘 都看中我师兄 请让他变丑一点 求你了 他妈的 我就不信我还生不出一个大胖小子 求什么的都有 谢怜听得头大如抖 赶紧地比了个绝 将声音尽数隔绝 这边他耳中刚安静下来 只听一声大叫 一名黑衣人 双手捂着耳朵 从殿后奔出 咆哮道 这都是些什么鬼 众相克 也浑然不觉此人的出现 继续叩拜 谢怜欲了口气 拍拍他的肩 笑道 封信 辛苦你了 鲜乐公香火如此旺盛 谢怜每天能听到的祈愿 何止上千 一开始 他还凭着一股心奇劲猛充 事无巨细 轻力轻微 后来实在是 祈福的人太多了 就划了一部分 留给封信和木琴 哪些是他职责范围内的 哪些是可以忽略的 两人过完一遍 再筛出需要重视的交给他 木琴过完了 就上报给他 从不怎么抱怨 封信 却总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人就爱瞎求仪器 连防 是和谐这种 也到鲜乐宫里来求 谢怜是武神 哪里能管这种事 长此以往 还弄得其他神官 也颇有意见 暗指他们 站着毛坑不拉 是 管不了 还要把信徒 都笼络过去 也是无话可说 封信捂着耳朵的手 迟迟不能放下 虽然无耳朵 其实并没有用 他道 殿下 你为什么这么多女信徒 谢怜双手龙袖 坐在缭绕的乡云里 微笑道 女信徒多不好吗 美人如云 赏心悦目 风信悚然 一点都不好 女信徒 好像整天除了酋长的好 加的好善儿子 就没别的冤枉了 没个正经的 我看了他们 就脑壳汤 谢怜玩耳 正要接话 突然 人群一阵骚动 二人朝殿外望去 只听有人压着声音道 小晋王来了 快走快走 小晋王来了 一听小晋王 三个字 众人仿佛听到了大魔王 皆是大惊失色 坐鸟受散 瞬息之间 犹如龙卷风过境 原本在参拜神像的乡客 都逃得七七八八了 须于 一名身着披风 仪容华贵的锦衣少年 双手捧着一盏琉璃宝灯 迈过门槛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不看那双眼睛 这少年容貌 与谢怜有三四分相似 而看了那双眼睛 就觉他太过张扬名利 不是契荣又是谁 如今 契荣也有十七八岁了 长开了脸 沉住了气 也算有几分贵族男子的风采 他进了门 却不须手下随从进来 双手捧着那盏灯 迈入殿中 一掀披风 在干净的地面跪了 将灯举过头顶 庄重地拜了几拜 上方神台上的 两人对望眼 风信砸了砸嘴 谢怜读懂了 他眼里的不耐烦 三年前 谢怜离开皇城 外出云游时 契荣尚在禁闭 归来后 也没来得及 见这个表弟一面 当晚就在睡梦中 轰隆轰隆地飞了 这三年之内 谢怜给父母 国师等人托了不少梦 也给契荣托过一次 告诫他从今往后 须得与人为善 收敛性子 不可胡来 于是 契荣十分积极地 到处参与修建公冠庙宇 捐赠功德 供奉灯展 虽然他干得卖力 一派虔诚 但依旧 时不时会惹些麻烦 累得封信 要下去收拾烂摊子 故此 谢怜也能明白 封信为什么不耐烦 那边 契荣拜完了 有点抱怨地道 太子表哥 这是我给你攻的 第五百盏灯了 做弟弟的 对你这么忠心 你什么时候 来见见我 再给我托个梦也行啊 一父一母 也都念你念得紧 你里都不理我们 当真又高又冷 他压根没发现 封信就站在他旁边 提醒谢怜 你千万别大理他 帝君跟你说过的 非重大事端 神官绝不可 私自在凡人面前显灵 清足 尤其要避讳 谢怜道 放心 我自然知晓 七荣拖着那盏灯 站起身来 拿过一支笔 低头在灯上写起字来 谢怜和封信 对他有心理阴影 忍不住一起 凑过去 看他到底写的什么 见是很正常的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云云 而不是祈求 某某全家 被砍头于菜市场门口云云 二人 双双松了一口气 在看着一笔一画 规规矩矩写字的七荣 谢怜不禁想起了另一件事 七荣刚随母亲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 一众王公贵族 结伴上太苍山祈福 七荣之母 是和贱民司 奔后逃回去的 不敢出来见人 但也想给儿子祈福 让他长长见识 不可整日 与自己窝在一处 变成井底之蛙 便拜托皇后 烧上了七荣 虽然 已是尽量低调了 可贵族丑闻 从来都传得比叉翅之间还快 皇城有哪个还不知道 他母子二人怎么回事 因此 路上的贵族子弟 都自觉地将七荣排除在外 不与他说话玩耍 谢怜看到 秋千跑上去玩 所有的同龄孩子 都跟他一道玩 轮流帮太子殿下推秋千 并以此为荣 谢怜当到最高处的时候 无意间一低头 就看到 七荣躲在他母后的影子后面 探出一个头 羡慕地仰望着他 到了神武殿 大人们供完灯 先一步与国师们求千 解千 对谈去了 留下一群孩子 在神武殿里 供小灯玩 七荣第一次见皇后 不知皇后 已经帮他母子供了一盏 见那些灯盏 精致漂亮 也想供灯祈福 他年纪小 懂得不多 到处问人 该怎么写住院母亲的祈福词 与七荣同族的几个孩子 平时在家中就很讨厌他 受长辈影响 觉得他们母子 给自家丢脸了 于是故意使坏骗他 谢怜宁神写完了 自己那盏灯 放下笔 听到有人在背后嘻嘻哈哈 笑得很不对劲 回头一看 就见七荣沾了一手墨水 宝贝一样的抱着一盏灯 满脸笑容的 正准备供起来 而那一盏灯上 歪歪扭扭 写着愿与母早日归天 七荣九个字 谢怜当场便摔了那盏灯 大发雷霆 他那时候也不大 却把所有贵族少年 都吓得贵了一地 不敢说话 发完火 谢怜亲自重新 给七荣写了一盏灯 再没有人敢使坏了 后来下山时 他又去玩秋千 这一次 七荣从皇后身后跑了出来 主动在后面 给他推秋千 他比谢怜矮 却推得特别卖力 还是在下面仰望他 只不过 眼神从羡慕变成了崇拜 再后来 就变成了谢怜的尾巴 整天都跟在太子表哥身后晃了 必须承认 曾经的七荣 还算是个比较正常的人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越长越歪 不过这三年里 谢怜要关注的人 何事太多 无暇留心故人 也不知他长进了没有 想到这里 七荣已供完了灯 准备退出殿去 谁知 退着退着 却撞到了身后一人 七荣一个猎浅 猛地转身 看都不看就开骂了 什么玩意儿 你瞎了眼 还是站着死了 不知道让开 这一张嘴 谢怜和封信 双双五额 心道 没变 还是原来那个样 也许是因为五岁之前 都和父亲住在一起 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 世警之气 和父亲的暴躁脾性 即便后来 皇后再怎么耐心教导七荣 他一激动 用国师的话来说 还是原形毕露 挡了七荣一下的 是一个衣衫蓝绿的青年 二十四五 背着一卷简易的行囊 一双草鞋 几乎磨得眉底眉边了 风尘仆仆 不过 虽然这青年面色憔悴 嘴唇干枯 颧骨微微下陷 五官却十分端朗 且瘦而不弱 目光炯炯 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七荣道 这是仙月宫 太子殿 那人喃喃道 太子殿 太子 这里果然 就是皇宫吗 他看到殿内神像 被那橙橙黄金 映得面色发金 又问道 这是金子吗 他竟是看着宫冠太华丽 把神殿 当作是皇宫了 一旁 有侍从上前来驱赶 道 当然是皇金了 太子殿 是太子神殿 不是皇宫的太子殿 你连这是什么地方 都不知道 哪里来的野人 那人道 那皇宫 到底在哪里 七荣米眼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对方认真地道 我要去皇宫见国主 我有话跟他说 七荣和几个侍从 都笑了起来 脸带轻蔑之色 道 哪里来的香巴佬 你想去皇宫干什么呀 还见国主 你说见就让你见啊 到了皇宫 你怕是连大门也进不去 那人丝毫不为嘲笑所动 道 我试试 说不定可以 七荣哈哈大笑 那你就去试试吧 说着一抬手 故意给他指了反方向 那人道 多谢 背了背行囊 转身朝关外走去 走到石桥上 忽然驻足下望 透过轻车的池水 能看到池底沉着一层 又一层的钱币 这青年似乎思考了片刻 下一瞬 便翻过了桥栏 跳下了水池 他伸手脚尖得很 跳进水池后 弯腰一把接一把地 把池底的钱币捞上来 往自己怀中和行囊里塞 因为从没见到过 连神的钱都敢抢的人 看得谢怜和风信都呆了 七荣也是一愣 随即勃然大怒 冲过去拍栏大叫道 我操 你干什么 赶紧的把他拉上来 我真是操 庶民侍从连忙也跳下水 去拉那人 谁知 这青年却是伸手了得 拳打脚踢 竟是无人奈何得了他 七荣在上面看得暴跳如雷 一群观中道人束手无策 那青年捞了一身 沉甸甸的钱币 背着行囊 就准备爬上岸 谁知踩到青台 脚底一滑 哗啦啦在水里 摔了个仰面朝天 重视这才趁机擒住了他 扭送上岸来 七荣抬腿 就是一脚 骂道 这钱你也敢偷 七荣抬腿的时候 封信就站在旁边 看好时机 顺手一挡 是以这一脚七荣出的猛 实际上落到对方身上 却并不重 七荣虽然看不见 他在旁边捣鬼 但总也觉得 哪里不对劲 好像被鬼压腿 狠狠踢了七八脚 都是这么个感觉 很有点郁闷 那青年 不知是不是枪了水 咳嗽了几声 道 这钱放在水池里 也是放着 为什么不能给我拿去救人 七荣踢得不痛快 终于烦了 道 救什么人 你什么人 哪里来的 他这么问 无非是想给这青年 套个罪名 投入大牢 那青年 却是各式新年 答道 我叫狼鹰 住在永安 那里闹汗灾了 没有水 庄稼长不了 大家都没有吃的 没有钱 这里有水 有吃的 有钱 用金子塑像 把钱丢在水里 为什么不能分一点给我们 永安是先月国境内 一座大城 谢怜站起身来 神色凝重 道 封信 最近永安那边 闹汗灾了 我怎么没听说 封信回头道 不知道 我也没听说过 待会儿问问沐晴 七灵 金像道莽将买苦 谢怜道 马上叫他来 封信并拢 右手十中二指 抵住太阳穴 与沐晴通灵去了 那边 七荣脆道 原来是永安那嘎拉跑来的 真是穷山恶水处刁民 穷就能抢神仙的钱了 狼鹰道 那我不抢了 我现在拜你们供的这个神仙 我给他跪地磕头 求他丢我钱 救我家乡人的命 他会救我们吗 七荣噎了一下 心里嘀咕如果说会 这人该不会就顺赶往上爬 理直气壮 抱着钱跑了吧 于是道 太子殿下是神仙了 神仙都忙得要死 你们这种刁民 谁又空里 文言 狼鹰缓缓点头 道 我想也是不会理的 我们也不是没拜过求过 不是根本没用吗 该死的还是会死 谢怜心中一阵 一名道人喝道 你这人 在神殿里 说这样不敬的话 不怕天人降罪吗 狼鹰却道 无所谓了 降罪就降罪 已经不怕他不救了 还怕他降罪吗 七荣一挥手 一群等候多时的侍从 一拥而上 围着那青年 拳打脚踢 风信在里面 剑缝插针 划去他们拳脚的力度 是以狼鹰 虽然看似被按着暴打 却是一脸茫然 不闪不闭 只偶尔抬手 护一下自己背上的行囊 七荣则抓了一把瓜子 边磕边抖腿 道 打 给本王狠狠地打 真是一副十足的恶人做派 听到他的自称 狼鹰末地抬头道 你是王 什么王 你住在皇宫吗 你能见到国主吗 七荣随口喷道 我是你爷爷 你还指望着 见国主陛下呢 陛下日理万机 谁有空理你 狼鹰扭着脖子 执拗地问道 为什么没空理我 神仙没空理我 陛下也没空理我 那到底 谁有空理我 我究竟该去找谁 国主知道 永安那边 死了很多人吗 皇城的人知道吗 知道的话 为什么还宁可把钱丢水里 也不愿意给我们 七荣黑黑冷笑道 我们的钱 爱怎么花怎么花 就是丢去打水漂 也不干别人屁事 凭什么要分给你们 你求你有理 这话 虽然也有一定道理 但在此时说 真的不太合适 谢怜正要想个办法 封了七荣的嘴 正在此时 一名黑山少年 从殿后匆匆转出 道 殿下何事赵我 谢怜招手道 木晴你快来 你这些日子 收到的祈愿里 可有听到永安旱灾的消息 木晴也是一正 道 没有听说 封信百忙之中脱口道 怎么会没有 那边的难民 都逃再逃到这里来了 他与其太过笃定 弄得木晴脸色有点僵 声音的道 我说的是实话 的确没有 你意思莫非是我 故意知情不报 那你有没有收到 如果真有永安人 祈求去汉 太子殿 是丹月我当职 双月你当职 总不至于 所有汉灾相关的祈福 都集聚在丹月 你一点也不知情 封信一愣 想想的确是这么个理 道 我没说 你是故意的 你想太多 听他们 似乎又要起口角 谢怜头痛地 比了个暂停手势 道 好了 封信不是这个意思 都立刻打住 二人当即 住口不争 恰好契荣 终于看手下 殴打狼鹰看腻了 拿了个小袋子 把瓜子壳装了 道 把这盗窃的贼人 拖去大牢关了 众士从道 遵命 几人架起狼鹰 谢怜道 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 把这人救下 我再好好问他永安的事 木晴缓和了颜色 谨慎地道 殿下想怎么解决 你不可随意显灵的 飞声之后 谢怜十分不能理解的一个规矩 就是这个 神官说是要挤苍生 却偏偏要端着架子 凌驾于众生之上 不可随意显灵 使之他时常束手束脚 十分烦恼 好在谢怜也有不少对策 他不假思索 头也不回 出手一推 前方人等觉察地上影子 隐隐晃动 疑惑地转身 下一刻 七戎便惨叫了起来 太子表哥 谢怜这一把 竟是将自己的神像 给推倒了 那仗剑直花 温文俊美地 黄金像江青不清 缓缓向一边歪去 七戎一脸仿佛见到青娘 上吊踢凳子的肝胆剧烈 完全顾不得狼鹰了 狂奔过去 死死抱住那神像大腿 顽强地顶着 撕心裂肺地道 你们这群废物都在等什么 快抱扶住他 别让太子表哥倒了 他不能倒啊 他撕心裂肺 谢怜却神色泰然自若地 与他擦身而过 迈出了太子殿 封信和穆琴 简直脸都裂了 半晌 封信才道 殿下 那可是你的神像 导向这种事 兆头不好 多多少少会有点忌讳 这样自己推了自己神像 一把的神官 可真是闻所未闻 三界奇葩 谢怜道 一大坨金子而已 不这样他们的注意力 才不会被转移 你们去压着那黄金像 别让他们抽出身来 我去会会这个人 封信和穆琴 虽然无语 却只能听命 站到神像旁边 一人伸了一根 手指压着神像 他们只需要 使出这点力气 便足够了 数人使出了吃 奶的劲 也扶不起来 只能勉强僵持 咬牙切齿地道 不愧是真金 金两真足 而跌坐在外头的 狼鹰见一群人 不再理他 盯着那金光璀璨的神像 看了好一会儿 物资从地上站起 拍拍身上的灰 背着行囊跑出去了 谢怜跟在他身后 等他跑出了好一阵 进了一座 郁郁葱葱的树林 四下望望 才在一棵树下 坐着休息了 谢怜则躲在树后 随手捏了个绝 画了一个白衣小刀的形 画了形 他上下看看 确定没有破绽 一甩浮沉 正在想如何出现 才不突兀 却见狼鹰蹲到树旁的 一个水洼之边 埋头用双手 在地上跑起了坑 这青年双掌宽大 一掌铲下去 极宽且深 跑起坑来泥土飞扬 仿佛一条金瘦的黑狼狗 谢怜正奇怪他 为何忽然挖坑 却见他在裤子上 擦了擦泥土 便用手在水洼里 咬了一盆水 送到嘴边 见状 谢怜躲不下去了 连忙走了出去 拦下他的手 从秀里乾坤中 取了一只水壶 递给他 狼鹰已经含了 一口水洼里的水 鼓着腮帮子 咽了下去 望着这突然出现的小道士 不奇怪 也不推辞 结果就喝 咕咚咕咚 一口就全都下去了 喝完才道 多谢 既然已经突兀地出现了 谢怜也不讲究 什么自然的开场白了 他尽量把浮沉甩的先锋倒鼓 值得信赖 道 这位朋友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狼鹰道 我们从永安城的狼湾来 本来是要到皇宫去 现在我改主意了 不去了 谢怜一正 道 我们 狼鹰点了点头 道 我们 我 和我儿子 谢怜越发糊涂 心里却微微泛起一层寒意 只见狼鹰 把背上行囊解下来 打了开来 道 我儿子 他背上行囊里裹着的 居然是一个小的尸体 那幼儿身形极小 看来不过两三岁 面色发黄 脸颊下凹 脑门贴着几根 稀稀拉拉发黄的细毛 还长着一些痿子 小脸蛋憋成一个 奇怪的表情 看起来要哭不哭的 难受极了 眼睛已经闭上了 嘴却是张着的 但是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谢怜瞳孔骤然缩小 心神大震 说不出话来 难怪他一直感觉 这青年有股神气不对劲 说不上来哪里奇怪 就是觉得 不似常人 说话 做事 仿佛完全不考虑后果 横冲直撞 不顾头尾 现在看来 这个人 哪还有什么后果 还需要考虑的 狼鹰给他看完了儿子 又把孩子裹了回去 仔仔细细 掖好了边角 看着他专注的神情动作 谢怜心中一阵难受 他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小的孩子的尸体 结结巴巴地道 你 你儿子 是怎么死的 狼鹰被好了行囊 茫然道 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又渴 又痾 又生变 好像都有一点吧 他挠了挠头 道 刚背着走出永安的时候 他还会咳嗽几声 在后面跌呀跌呀地喊我 后来 慢慢没生了 就渴 再后来 可也不咳了 我以为他睡着了 找到东西吃 想叫他起来的时候 他不起来了 这孩子竟然是死在逃难路上的 狼鹰摇了摇头 道 我不会照顾小孩子 我老婆要知道 儿子死了要骂死我了 沉默一阵 他又道 我好想我老婆还能骂我 他的神情始终是平淡的 宛如一节枯死的树 黑了的潭 经不起半点生机和波澜 谢连喉咙一阵发紧 半嗓 小声道 你 埋了吧 狼鹰点头 道 嗯 我想挑个好点的地方 这里就不错 有树挡太阳 还有水 埋完了我就回去 多谢你的水 他咳嗽了几声 又弯下腰 继续用手抛坑 谢连却喃喃道 不 你不要向我道歉 不要向我道歉 不要 这时 封信和沐晴也赶到了 两人见这边一个挖坑 一个发呆 都是莫名其妙 谢连也没心情多说 稀里糊涂重复了几句 好半天才想起来 光给水是不够的 这人还要回去永安 于是把手伸进袖子里 摸了半赏 终于摸出一个东西 递给他 这个你拿走吧 狼鹰停下动作 仔细看了看他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枚 不足指甲大小的 深红色珠子 色泽银润 光滑流转 瑰丽得惊心动魄 就算不知这是什么 只要看上一眼 也知道这枚小东西 一定价值连城 这正是三年前 上元寄天游时 谢连所带的那一对 红珊瑚珠儿坠里 仅存的一只 木琴对这颗珠子 可算是印象深刻 一看就脸色微变 狼鹰也不推辞 他仿佛什么正常人 该有的礼节和顾虑都没了 伸手就接了 道 多谢 他把那颗珠子 悉心地收在腰带里 把背上行囊取下 轻轻放进坑里 道 爹马上就会回来 看你的 说完 他便用手 郑重地把泥土推上 盖住了布包 谢连武啊 闭上眼 再过一阵 那青年大部里去了 风信插道 殿下 他这埋的是什么 他说爹 这是埋了个人 木琴 则关心的是别的事 殿下 我方才去查了一下 事情弄清楚了 永安那边 本来就不富裕 公冠庙宇修的手 而且那边道观 好像有地方规定 不供奉者 是不能进 公冠里参拜的 所以去到太子殿里的 都是富族人家 而受灾的穷人 根本就不会去 谢连不达 沉声道 你们 去永安 看看情况 我 去建国师 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脸色 是前所未有的难看 二是不敢大意 其声音士 立即动身出发 而谢连转身 便朝太苍山方向奔去 看样子 永安的灾情 怕是之大不小 可是 就算他听不到 祈福的声音 皇宫那边 却不可能不知道 我 不可能不知道